那要是你发现这对爱情不合适 你会留下来回家还是干嘛去 我想我会回家 因为毕竟父母肯定是会 无条件接受我的人 他不是 男生 毕业以后做什么 找一份当教练 或者是教篮球什么的 然后呢 然后希望未来有他吧 然后呢 然后在一起 然后呢 然后生好多好多小孩 你们俩商量过这事吗 之前没有太细的说过 都是一带而过了 是他一带而过了 我每次想跟他谈的时候 我想跟他说 但是他每次都是特别敷衍的就 听听老师们怎么帮你们吧 好吧 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先跟女生来说吧 可能在座的每一位 都能理解到你的委屈 理解到你的不容易 但是我想让你明白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在一段感情当中啊 有的时候女人是要示弱 如果你要是一直这样的硬来的话 你一直是把他往外推 如果你要是想守护这段感情的话 我让你更加体会到 我对你有多重要 你离不开我 来说男生 男生就是被崇拜 冲昏了头脑 完全把自己当作了明星 然后下面有粉丝追你 你就是虚荣心作祟 你享受这种虚荣 享受被别人捧在手心的感觉 但是你知道 作为一个男人 要懂得拒绝 要给自己爱的女人一种安全感 我能看得出来 你可能对粉丝没有 就是所谓情感上的那种喜欢 你只是觉得他这种对你的崇拜 打动你了 你觉得他好可爱啊 他好单纯啊 任何一个男生可能对于这种感觉 都觉得 哎呀 我沾沾自喜 我这么多人喜欢 可是你要明白 这种的对你女朋友是一种伤害 所以要懂得拒绝 然后你也要想这个女生 她可能背负了多少 来到你的城市 你让她来到你的城市 要非常确定一点 是你承担得起这份责任 可是其实刚才 在赵传老师问你 你之后呢 然后呢 然后呢 其实想听到你说 我会娶她 可是我们一直没有听到 也就是说 其实在你的世界里 在你的意识里 你根本没有规划到那一步 但是这个女生 就来到你的城市了 你承担不起这份责任 你就要告诉她 不能耽误她 知道了吗 知道了老师 好 谢谢学校老师 来 去坐 我就在想几个词 学生 老师 轻松 沉重 丰富 单一 幼稚 成熟 这些词是怎么来的 第一呢 她现在还是一个学生 不管她如何的优秀 她还没有真正步入到社会 你已经步入社会了 你比她是要 更早的去面对一些 现实的社会的 一些真实的压力 而她现在还是在学校 只要我篮球打得好 就会让我能 始终有那种 被高高在上 捧着的那种感觉 她想事也很幼稚 幼稚在哪呢 刚才主持人在问她 对未来的你们俩的规划 是什么 吞吞吐吐 游有欲 要生很多很多的孩子 然后通常你们在谈起 这些事情的时候 通常是你引导发起的 她就会敷衍而过 对未来没有一个 清晰的一个认识 包括处理 像这个小粉丝 对吧 小学妹这样的事情 她也很没有经验 我们不能说她 别有用心 而你呢 你是要比她成熟的 而且为什么说 你的爱对于这段话 你是比较沉重的 第一你是付出了代价 你认为 我到达了成德 来到了他乡之外 能得到他如胸如腹的 那种依靠感呢 没有 但是你已经付出了 而且是 在家人反对的情况下 跟家人闹得很不愉快 所以 使得你不得不对 这份感情愈发的看重 无形当中 你给她了一些沉重的压力 可能是她现在这种状态 是不能承受的 她需要去放松 而你会觉得 这份爱我拿到的很不容易 我要让她更凝重 更沉重一些 但她可能现在 没有意识到 所以她没有承担得起 包括 你在面对社会上的一些骚扰 她都是在缺位 而回到所谓丰富与单一 你来到了他乡 独自在面对所有的一切 并且你的心里只有她 而她呢 游戏 粉丝 篮球 自我的膨胀 她根本就没有想到 你所想的那些 所以这才出现了 你们现在的情况 那个粉丝一点也不重要 因为那个粉丝 绝对走不进她的内心 她只是享受 你看 视频 给我剪弃了这么多 我最闪亮的 那些时间点 然后那些瞬间 那其实她陶醉在自己当中 她对那个粉丝 一定没有感情 而且那个粉丝 也绝不是你们俩问题的最关键 关键是在爱情上的 种种不同的看法 家里人是爱你的 如果今天节目 他们看到的是 他们一定会来找你 他们会流泪 所以说不要跟家里人 因为今天是结仇 你们是亲情 第二 让自己的生活 能不能丰富一些 她有篮球 有游戏 有你 你有什么 你不能只有她呀 你要让自己更加成熟自信起来 不一定非得是我要绑死你 对不对 所以外界的干扰 都会很多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谢谢 谢谢曲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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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